再一度走出桃園地院 鄭文燦二度交保 這回沒有露出燦笑 表情嚴肅 抿嘴離開 神情疲憊 高院發回根材後 歷經近四小時的積壓停 桃園地院最後裁定鄭文燦一千兩百萬交保 並限制住居 出境出海 鄭文燦司機提著黑色行李袋 交給委任律師 裡面裝滿七百萬獻機 一疊疊千元大專 鄭文燦親友僅花了二十分鐘 就籌備好剩餘的交保金額 再度開機押停鄭文燦力拼交保 法官最後採信說辭 預令一千兩百萬交保 並列出三大理由 第一鄭文燦否認洗錢洩密 以及檢方相關市政不足 其次鄭文燦卸任市長職務 超過一年半 難以認定是否對桃園市府有影響力 加上其餘共犯已收押 認為無積壓必要性 惡度駁回 也讓檢方當庭再提抗告 這個數字一千兩百萬 不僅告訴檢察官 也同時告訴了高院 後續要維持我這個地院 你要尊重我地院 做出的這個決定 鄭文燦及阿廷開了四小時 這回律師也下重本 前來前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陳永來以及前法務部長 和監察院長的委任律師尤其俊 同時也是民進黨廉政委員 還有現任趙鋒金董事鄧義鴻 三大律師資歷生 且在政界頗有淵源 前嘉義縣長張花冠也曾捲入BOT案收回案 最後獲判無罪 而鄭文燦和張花冠兩人都主張是戒逮關係 但BOT案最後自行停工遭解約 而鄭文燦捲入的華雅科技園區案 最後直接被內政部擋了下來 兩者差異恐怕也會影響 接下來的司法工坊戰 三零新聞綜合報導 我想要不要講一下 要不要講一下 要不要講一下的話 會覺得有受什麼委屈嗎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嫌收回 傳出和華雅科技園區擴地案有關 但七年前案件現在發酵 一度傳出是政治內鬥 沒想到卻是檢調之間 偵辦出現變化 2017年當時桃園檢察長彭坤葉任內 就已經秀出涉灘端倪 歷經四位檢察官偵辦 卻都因為罪證不足 最終惡度牽結 不過一名消息調查官不死心 申請監聽通過後 發現台訴前管理處總經理楊兆玲 以及顧問廖俊松等人 疑似正在集資成立土地開發公司 準備共謀推動重劃案 加上去年八月 檢查人事異動 檢查長余秀端 特地清點黑金族檢察官 曾嘉義接手偵辦 專員小組全員大換血 公件出現轉機 有沒有人押案 第二個更嚴重的 顯然是消息有洩漏 民主的台灣 應該不會有人要去押 一個任何的案子 社會上大家也 難免有同樣的想法 如果在適當的時間 他可以對外 或者是進行這個 受案的動作的話 那對案件的釐清 應該是更有幫助的 2017年9月 調查官監聽到 台訴集團顧問廖俊松兒子 正打電話給太太 提到要從公司提領500萬 送到官邸交給鄭文燦 當天果然拍到廖南 提著黑色袋子現身 作為攝探案白手套 廖南遭到提審時也承認 當天交錢時 曾向鄭文燦比出數字五 鄭文燦還微笑回答 猜啦猜啦 不過事後 監聽一文去外流 讓鄭文燦急忙 將500萬退回 但他事後在庭上聲稱 他沒打開袋子 也不知道裡面有錢 不清楚袋子去向 你有沒有這個肩膀 當檢察官的後退 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希望 檢察官能夠誤網誤重 依法來詳細調查 鄭文燦生日這天 檢方發動奇襲搜索 立刻申請羈押 不過法官卻裁定 500萬交保 讓承辦檢察官 陳嘉義直呼 送錢的都押了 收錢的卻縱放 搜索前幾天 檢方四度請票 全被駁回 一路苦戰至今 鄭文燦涉灘不只政壇動盪 如今法界也精傳理應外合 讓鄭文燦交保時 這一抹微笑 更加耐人尋味 下輯的王宇宣 有討論 提報道 羈押停後走出地檢署 申請看來相當嚴肅 承辦鄭文燦涉灘案的 檢察官陳嘉義 二度申請羈押失敗 就二度申請抗告 在這一起案件中 扮演關鍵角色 成為法界關注焦點 但早在五年前 他就因為這件事聲明大噪 2019年 立信院院長張煥真 因為逃漏稅五億 和公訴檢察官 請求認罪協商 不過檢察官事後反悔 前法務部長邱泰三 就親自出面 要前桃院檢察長 彭昆液 助益訴訟程序 沒想到幾天後 承辦檢察官就接獲指示 要求不能反悔 這才爆出官說醜聞 最終導致彭昆液拔官 而吹哨者 就是陳嘉義 一身精實身材 還陳嘉義是桃檢著名陽光檢察官 司法官訓練所55級畢業 還是政大財法所高材生 不過人紅是非多 前女友向周刊爆料 當時專辦婦幼專案的陳嘉義 曾對他掐脖施暴 甚至腳踏多條船 事後陳嘉義也在臉書發文道歉 強調已經和前女友和解 但對方說的 都是事實 這幾人士透露 陳嘉義平時開豪車又背名包 財力似乎相當雄厚 加上辦案認真又外相 在討檢人員不錯 如今也因為 正辦鄭文燦涉探案 再度掀起外界討論 陳嘉義完全有討論 太不妥了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舉辦 主委評委就職典禮 特地找來民進黨秘書長 林宥昌觀禮 殷系蘇系議員前來 在全代會前展現殷系力量 過去挺殷的前海集會 董事長鄭文燦 原本也是座上兵 我也有邀請我們行政院的 卓院長 那有些人不課前來 那時候我在想邀請的時候 並沒有設限 沒否認邀請 但鄭文燦涉灘 政經濾營 民進黨連政會 已經火速開會決議 若遭到羈押 確定就是庭權三年 原本鄭文燦是三百萬交保 而第二次羈押 庭裁定改以一千兩百萬交保 暫時躲過遭庭權處分 民進黨有一個非常嚴謹的 連政體制 那也在昨天連政會 也針對這個案子 做出了一個處理 那目前本來已經進入 司法調查的一個程序 那我們尊重司法調查 陰謀論很多 不過我覺得這些大可不必 鄭文燦涉灘遭 查辦藍營馬上引導到綠營派系鬥爭等 而民進黨連政會下重手 如果積壓立刻停權三年 一審有罪的話 罪重將予以除名 民進黨會對於這個相關的案件 我們會持一個高標準的態度來面對 那但是我是覺得 我們是覺得這個也不用現在 在偵辦的當下就做過多的政治的聯想 鄭文燦涉入貪污醜聞 連帶影響721即將登場的民進黨全代會改選 各派系積極爭取原本屬於鄭文燦系統的選票 黨內政治明星捲入醜聞 民進黨大動作處理 防止失血過多 三年七五 黃英傑 永遠不為Acentral的台幣到